持续来关注新北三重 在今天凌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当时有一辆宾士轿车呢 是以破百的这个速度呢 撞上了停等红灯的警车 以及多元计程车 也造成一死四伤 而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啊 当时呢宾士车是逆向冲撞 警车是直接被撞到旗楼底下 车头几乎是全毁了 而赵氏的宾士驾驶是谁呢 他是25岁的黄姓男子 他是有毒品前科的 他说啊自己太累了 酒测值呢是零 但是目前是不排除毒驾的可能 原本呢他是一度否认毒驾 但是后来他坦诚了 他稀释呢被称为是丧失毒品 列管为三级毒品的一托咪指 而被撞的警车 坐在副驾驶座的呢 是28岁 他伤势过重 在紧急急救之后呢 是在清晨5点24分宣告不治 这一名28岁的袁警才结婚四年 现在留下七小 儿子才四岁 也让加州失去了经济之主 一辆银色轿车在马路上逆向狂飙 下一秒碰的一声 整台车直接撞上对象的巡逻车和黑色休旅车 接着又撞进一旁骑楼 冒出整整百烟才终于停了下来 警车受到强烈撞击 不止安全气囊全部爆开 车头严重凹险变形 机油泄漏满地 一旁的18辆机车和黄牌重机 同样产照波及 好几辆车几乎全毁酿成一死四伤 急销人员货爆发生严重车祸 立刻抵达现场将人给救出来 而躺在单架上就是被撞伤的远近黄伟症 他在上救护车时 还将手放在肚子上 明显还有疑伤 救护人员就怕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逐步治疗后 紧急将人送离急救 这起事件发生在七月十三号凌晨一点多 新北十三重区正义北路 当时两名远警驾驶巡逻车执行勤务时 遇到一名二十五岁黄姓男子 当下疑似恍神 在连闯好几个红灯后 直接一面撞上巡逻车的副驾驶座 造成二十八岁的远警黄伟症昏迷送医 经过抢救在凌晨五点多 宣告不治 我们一定会基于协助同仁的立场 用最符合同仁对同仁最有利的状况 我们来做承报 来为同仁争取最大的福利 根据了解 这名因公殉职的远警黄伟症 紧专三十三期毕业 分发到后的派出所服务 表现相当优异 当天从晚上六点开始上班 却被前科累累的黄姓男子撞死 警方接下来要调查他有无吸毒 持续厘清方案动机 记者众报道